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训 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光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 读书志在圣贤 公勾 公勤响与海内外的老师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离开物 破迷开物 尊师重道 念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 导师慈悲教导 网组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 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久安 教学为宪 教学为宪 诸佛暴土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教学为宪 今天的节目是 为什么和父母不亲 下集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 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请教您 为什么现在子女跟孩子不亲了 然后您跟我们讲到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失去了教育 然后这个是现在家长 普遍都很痛苦的一个问题 孩子跟自己不亲了 那是怎么样的教育 才能让父子有亲呢 恢复这种天然的亲爱呢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已经找到了父子不亲了 他的原因了 是失教 教育丧失了 那么是什么教育丧失了 头一个 我们现在不会做父母 不会做长辈 怎么不会烦呢 你看 我们照顾孩子 伺候他 那是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不会走路 那你不照顾他 怎么办呢 养育之恩 就在这个时候 那真叫一口一口喂他的 那么等到他稍稍的明白事情的时候 就要常常给他念叨了 给他说了 给他说什么呢 父母 长辈 跟你是什么关系 这个大道理他不好懂啊 从那个小东西上开始 饭菜摆上来了 你看这孩子才一岁啊 刚刚会走路 刚刚会咿咿呀呀的 这个好吃的苹果 先给谁啊 从这个时候就叫 让他怎么样呢 让他把好东西 你看那小手张过来 给爷爷奶奶 先给父母都不行 先得给爷爷奶奶 从小就叫这么 他那个印象极深 大家看这个动作 把好吃的放到爷爷奶奶父母的面前 这是什么 子有亲 对吧 我刚才讲 他是 一个肉体分成两个肉体 他往一块儿凑啊 你要给他往你跟前的 亲近 给你尽孝的这个机会 你不能把这两个肉体给他隔断 什么叫隔断 我不需要你照顾 不需要你伺候 不需要 那完了 你竟追着他去了 慢慢那个肉体 他本来是一个嘛 那个小肉体 跟你这个肉体 他就失去了灵感 失去了灵气 他本来是要找你的嘛 我们上期节目说的很清楚啊 他老追着你嘛 光追着不行 还要有亲呢 亲是什么呢 亲是爱 就是让他来爱你 让他来亲你 怎么亲 六根毒蛇 吃饭 妈妈也喜欢吃这个菜 怎么办呢 就问他 他一岁 他就拿了 一岁 你看那小胖手拿个勺子 这给妈妈 你看 这叫的 狗不叫姓奶前 那个叫指的是这个 让他时刻保持 一体的状态 一体有多亲 虽然你看的是两个肉体 但是它是一体的状态 这个重要啊 谁做到呢 父母长辈 在家里就教 所以师父讲四种教育 头一个家庭教育 谁教啊 就是我们讲的 父母 你时时刻刻让他保持 他对你们的那种 亲近 六根都在你们身上 这就是什么呢 人之处 性本善 那个性 人性 他天然 他就跟你亲切 他就喜欢你 甚至有时候 没什么事情 他就愿意 在妈妈怀里 或者在爸爸怀里 就这么看着你 他愿意闻你那个味 为什么呢 一体的吗 本来是一个肉体吗 我这么讲 大家就好懂了 他亲的 大家体会 我说这话的意思 他跟陌生人 他确实 他在六个人的 气味 接触上 接触上 看上 他不如一体的亲 这我们大家就懂了 所以说 孩子在一两岁 他就能够做到 你总提醒他 他就知道 他自然就做到 这就叫什么呢 这就叫孝道的教育 孝的教育 就是父子有亲的教育 现在什么呢 父有亲 父母对他可以 哎呦 那百般呵护 是不是 但是呢 爱之无道 他里边 没有人道 没有人论 他竟是 有着性子溺爱 教孩子自私 教孩子自私 告诉他什么呢 你很重要 我们亲近你行 我们照顾你行 你照顾我 没那事 也没这机会 所以你就把那个人道 给破坏了 一定记住 是父子有亲 双方都有亲 你给他隔断一个 行了 你这叫破坏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会惩罚你 那孩子不懂孝道 他跟你这点亲情 被你破坏掉 大家一定要记住 子女对父母的这个亲爱 大家一定要懂 不是在那搂着脖子亲 不是这个 是他爱你 怎么爱你 你所需 他都给你 所谓叫 亲所好 立位拒 那就爱 打个比方吧 我这很痒 手 跟脸是一体的吧 虽然他手在这 我们看不到 他好像是 但是他是一体的 你这么看 你离远处看 你就看到了 他比较痒 他过来 对不对 他过来 他能做 这就叫爱 亲所好吗 他现在在需要吗 立位拒 这脸就是父母长辈 这手就是子女 我们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个人脸痒的时候 他总让别人给闹 他自己有手他不用 这个手的功能最后就废掉了 子女也是这样 他不会了 所以你要常用 常给他这个机会 这就是教育 让他时刻保持 跟我这个是一体的关系 好懂吧 一定要记住 这不是强加上去 他本来就这么亲 只不过你是把他保持 父母跟子女 这个两个肉体 这个一体的本源状态 让他始终保持下去 这是家教的目的 我们大家就听懂了 那具体怎么做 道理懂了 怎么做呢 一岁了吧 懂事了 自己也该什么了 有点自立能力了 去把那毛巾拿过来 那自己跑去 拿过来 往这一放 乖乖的 乖乖的 他知道 这是正确的 他是非观念 就从这建立起来 对不对 好了 第二次 哎呀 天气真热 孩子没反应 你去 去把那个毛巾拿来 给爷爷拿来 点点就跑 第三次你说 天气真热 他自己就去了 对吧 孝子就这么教出来的 现在 你去问问这些孩子 你说天气热 把你热死了 他没反应 天气热 对 你把毛巾给我拿来吧 你得把毛巾给他拿过去 成你孝顺他了 还是 父子有亲的 那个子有亲没了 所以 我这是讲到根上来 你们问那个问题 普天之下 为什么子女和父母不亲呢 知道了吧 就这个原因 从小 就是狗不教 他性太简 他自然的 他要是没教育 还能做到 师父讲 那不是一般人 那佛菩萨再来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一定要知道 这个教育太重要了 要不厌其烦 那你们会问 在家里谁来教 知道吗 谁来教 妈妈 男主外 女主内 这一经里讲的 男的在外边 到处去 奔波 忙碌 赚钱 养家户口 养活这一大家子 太太怎么样 在家里 相夫叫子 把这个家里的老人孩子 有人养 有人教 对吧 他的使命 现在妈妈都出去了 这个孩子交给保姆 保姆能教这个吗 这不可能的 他哪受过这么好的教育 保姆把孩子交给电视 电视那就行了 那把你的孩子 就交成小魔王 小魔鬼了 长辈更不知道 我们讲断了四代了 现在爷爷奶奶 哪懂这个 哎呦 我的小祖宗 你别动 你就给我坐着 把那饭菜都预备跟前了 你们家小祖宗在这吃 老师 我们还发现 有一种现象 这个孩子在家里 妈妈也教他 也问他 有苹果的 先给谁吃 先给长辈吃 但他还是自私的 就是我们看到这样 学生 他还是自私的 还有的孩子 是嘴皮子 嘴上 比如说中午了 说老师今天辛苦了 请老师去用午餐了 他知道来说 但是呢 没有任何感情 就麻木的 他 他也没有什么那个 好像嘴皮子上 也很 很会说 走过场 对 我告诉你 在家里边 一定要记住 谁能看出来呢 妈妈 妈妈 她不是在家里炒股票 不是打麻将 不是出去买名牌 那都不是当妈妈的 不会当 应该怎么着 学怎么教育孩子 就我们这个课 他们要看看 看完之后 她变成内行 她懂了 所以过去女子 出嫁之前 都懂这个 所以中国 最重视的 就是对女子的教育 我们先祖知道 女子教好了 后代都教好了 代代都出 孝子 贤孙 有了孝子 就会有忠诚的 求忠诚 于孝子 这是古来 一直都按照这个 孝子没有了 哪来忠诚的 所以没有好官 原因就在这里 他连他父母都不爱 他说他爱人民 为人民服务 你相信吗 所以说孝子是基础 孝子哪来的 千千万万个妈妈 由他们教出来的 千千万万个妈妈 是没出嫁之前 千千万万的女子 所以中华民族 对富得女道的教育 最重视 所以一直说 欺压妇女 讲不通 英光大师 对这个女子教育 也有一段开始 老人家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这个母亲 女子就像一个 模具的那个模子一样 对呀 她出来的孩子 就是加工出来 那个产品 换句话说 有什么样的妈妈 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是 是 我们也发现 这个除了言教 身教其实是更重要的 对呀 很多这个妈妈 在教育孩子 你要给我做这个事情 你要孝顺我 你要听话 但是这个孩子 就问妈妈 说你为什么 对爷爷奶奶不孝顺呢 你为什么 对姥姥不孝顺呢 所以说 你看这孩子小 她看得明白 你可别觉得 你可别觉得她小 她不懂 她都明白 她就会问 妈妈做的是相反的 她不理解 反常的就是这样 正常的呢 父母先做到 你对长辈虐待 你想要一个孝子贤孙 那是做梦 因果报应都讲不通 所以很多小孩子 有的时候 妈妈没有去教她 但是妈妈做到了 孩子看到了 她就学会了 那就是教她 身教重于言教 所以说 你的孩子 为什么不跟你不亲呢 你要先问你自己 你们夫妇俩 对老人亲不亲 对吧 但是话说回来 今天你冤得了谁 四代以上都不知道 师父说 谁都不知道 那应该怎么办呢 师父讲 男女老少 从官到民 一切 全来学 一切人等都来学 大家一起学 都来补这课 光一代补不行 一起补 所以说 我们要知道 孩子很小的时候 要给他机会 他成了习惯 当他不那么做的时候 家长要告诉他 过来 跪这 跪那 今天哪出错了 知道吗 爷爷奶奶不在屋里 爷爷奶奶在的时候 父母他不敢这样 为什么 怕爷爷奶奶长辈心情不好 看着孙子跪那 他难过 晚上休息之后 我门一关 跪这 父母训斥点 今天我说两遍 天气热了 为什么不知道拿毛巾 你看他给爷爷热成那样 这么教 怎么能教我好 那孩子得多灵 怎么灵 他所有的灵 聪明 都用在怎么爱长眉上 现在是逗过来的 对不对 他太灵了 你这个事情没给我做到 晚上睡觉之前 那父母估计差不多得跪那 今儿你这事没做到 小姑奶奶 喧话了 将来还想好 你们俩非常的气死不可 所以说我们要懂 古人讲 当面教子 当着大家的面 如果家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他们还暂时接受不了 那要回避 一般情况是什么 当面教子 人越多越骂的 从小让这孩子养成什么习惯 父母教虚倾听 西方人教这个人权 是培养孩子的虚荣心 培养孩子从小自私自利 我最重要 当这么多人怎么能说我 我面子上下不来 你看他这么小 他长大 你还能教得了吗 越有人 越在那归着 我听说 有个传统武汉的老师 今年快四十岁了 女老师 她现在还记得 小的时候做错事 她妈妈老师 在马路边正走着走 归这 给自己嘴巴 删自己嘴 那个女老师 现在还很好 那个人的德行 很正直 哪有什么 现在专家学者 说什么精神疾病 心理疾病 你一定要记住 中医 中医有一句话 叫药来病挡之 这句话 大家要听得懂 你说那药好像 你要给正常人吃 那准出问题 对吧 那身体健康 他没病吗 那为什么病人吃这么 这么重的药 甚至有的里边有毒性 他吃了 没事呢 这个药来了 他有病啊 那病在那挡着 这碰到一块 就化了 那中医的原理 他就化了 所以他是根据病的那个性 以药的这个性来化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打骂 训斥 都是因为孩子有毛病 这个打骂 训斥就像药一样 这孩子有病 他这一碰到 就化了 化什么了 那个毛病没了吗 这好懂吧 所以说 罚贵 打手板 打屁股 我们长这么大 都这么过来的 中国人世世代代 都这么过来的 现在不让了 换句话说 有毛病 不让吃药了 那你能给他救好了吗 你还救不好 那这不是诚心的吗 是不是咱们得要救孩子呀 所以大家就听了懂了 教训孩子不能胡乱来 现在很多家长乱来 有着性子 那是 那是完全错误的 是吧 所以家长一定要明理 明白人 当念教子 那孩子真不害 他知道 父母是天 有的家长会提这个问题 孩子也会问 那如果要是交错了 能不能反驳 不能 不能反驳 父母叫虚静听 括号 交错了 没那事 没这么说话的 恭敬心是无条件的 所以说 有家长就担心 那会不会出问题 不会出问题 你对传统话 不懂不了解 你才会问这个问题 刚才你们讲那个看日记 现在孩子 我们这个年代都知道 家长不许偷看孩子的日记 换句话说 孩子可以有秘密 可以有私心 可以有背着父母的事情 我这么说 对吧 对 但是 这西方人讲人权 把孩子都叫坏了 弟子归叫什么 物虽小 物私藏 狗私藏 亲心伤 对不对 这话太深了 你跟父母不能有私心 你说有点什么东西 不给父母看 有点什么私事 背着父母 不可以 为什么呢 你跟父母是一体的 不能有二心 西方人讲权力 他不懂一体 他只讲争权夺利 外行 我们全是上了外行人的当了 老师您说到看日记的这个事情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就开始用带密码的日记本了 带密码的日记本 对 带密码锁的 你必须把那密码给它按对了之后 你日记本才能打开 像保险柜一样 是 还有是带锁的 就是一个小钥匙 我可以随身带着 日记本我不能天天背书包里 这都是商家 琢磨孩子的心理 配合孩子 是不是 配合学生们 买钱 帮助你们 甚至还有的学生 他防着家长 他在日记本里 比如说加一根头发 或者沾一个什么东西 只要有人打开过 那个就会 比如头发就掉了 或者那个沾的那个东西 就移动位置了 这些做法 都是过去解放前的 那个间谍 用的方法 反特我 反特的 怕那个敌人搞破坏 防敌人 你说这些 你就知道 父母和子女是什么关系 敌人的关系 间谍的关系 防备的关系 防贼 父子有亲 父子有仇 有亲 那不可能的 你看这么小 就把父母当贼来防着 防贼 敌对的关系 对立的关系 时时刻刻防备 防贼 这都是西方人 观念的影响 你就知道 西方的价值观 把人伦 把人性 把一个家庭破坏 要多深 中国古代 从来 不要说太古老 我想在 四九年之前 都没听说过这些事情 是吧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些东西 我听说 那个电视台 也在大力的宣扬 你们要尊重孩子 不能破坏孩子隐私 他有隐私 隐私里边俩字 隐 不让你看见 私 私信 此外 重新市 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 还对保护孩子们的隐私 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除了日记和信件 网上聊天记录 和手机短信 在草案中 也被纳入了隐私范畴 据记者调查 目前大部分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 都有自己的QQ号 平时主要是和同学聊天 孩子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秘密 不希望被大人看到 相关法律早有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隐秘 毁弃未成年人的信件 日记和电子邮件 采访中很多家长都表示 一方面要尊重孩子 不偷看孩子的隐私 从小培养他自私 以人权的名义 以权力的名义吗 人都叫自私 西方人崇尚自私 天下围攻 没听说过 所以你就知道 子女和父母 为什么不亲了 就从你们 七八岁开始 日记本上所那开始 就开始已经不亲了 看看你的日记 都得要死要活的 那将来要是 你让你拿钱供养父母 那还不得要命呢 所以今天打上法庭 正常 我听说有个什么新闻 那老妈妈就最近 是吧 告这个子女 不赡养他 九个子女 没有一个赡养的 是不是 好像是 为什么 私心在小的时候 就培养 六个大人 我总说六个大人 伺候他 那就是天天在 培养他私心 如果他从小 伺候六个大人 那就是在培养 爱心 公信 谁不喜欢 谁喜欢自私自利的人 所以西方这个观念 是鼓励自私 所以现在社会 人跟人冷漠 跟父母都冷漠 你们说这种观念 还要不要学 专家学者教这个 他的子女 一定不会好 为什么呢 因果报应 你一教给人的 都是违背 伦理道德的 违背天道 人道的 违背自然规律的 媒体助纣为虐 还宣扬着 那些孩子 那真的指着父母 我们看的报道 你们懂什么 无知 你看人家专家说的 都在报纸上 电视上都在说 把这个当成真理 当成天理 自私有理 行了 那父母也是觉得 理亏 还觉得自己 这个 这个 理屈词穷 没话说 由他去吧 暗自落泪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这里是系列节目 教孩子的学问 今天的节目是 为什么和父母不亲 下集 这一百多年来 那些专家学者 自发的 重养媚外 学这些东西 把老祖宗都抛弃掉了 那就有罪受了 所以弟子规不能小看 一点点事情都不可以 我去过传统文化学校 传统文化学校的学生 也写日记 也写这些东西 老师要看 跪在地上 双手捧着给老师看 这孩子有心理疾病吗 这孩子有毛病吗 比外边社会那些孩子 健康太多了 没毛病啊 外边那个 你越给他讲这些 什么人权了 他的自由空间 你得尊敬他 你越给他讲 他毛病越大 为什么呢 那种教法是破坏 父子有亲 破坏一体的 破坏 无条件的亲爱的 有私心了吗 好的教育是什么呢 一直到人生的终了 跟父母都没有二心 都没有私心 他怎么可能像现在这个 跟父母还争财产 告上法庭 那可能吗 一点点小东西 都不敢背着父母 所以西方人教的那个是 教给孩子学坏 你怎么跟父母 你怎么不跟他争 交这 自己挣的钱要偷偷藏起来 对呀 物虽小物私藏 一个小东西都不敢藏 你更何换钱 我的父亲母亲 对我影响很大 一直到唐山地震 我的爷爷奶奶过世了 遇难了 到那之前 我的爸爸 开工资 每个月 月月 交给奶奶 奶奶就拿过来 这是什么呢 物虽小 物私藏 更何况钱的 一家三口 生活费 五五块钱 夫妇俩带一个孩子 剩下全部交给老爸老妈 七十多岁老人 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说 跟父母没有私心 没有二心 这是什么 孝 你看孝字怎么写 上面 是个老 下面是个子 什么意思 一体为孝 这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个孝字 换句话说 你上面没有那个老 你这个孝字就不存在 你跟谁孝去 一体的 一定要记住 所以说孝心 是从小就交给他的 老师 其实很多的老人 并不是说 想要儿子 或儿媳妇的钱 你比如说老人 看到别人家的儿媳妇 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衣 这个老人 就自己拿个钱 出去给儿媳妇 买了个大衣 回来给儿媳妇 其实他这种爱 是互相的 我告诉你 这叫天伦之乐 你看 那儿媳妇 给婆婆 买了一件 她喜欢的衣服 她刚试上之后 这一转身 婆婆又从柜子里 拿了一个 儿媳妇喜欢的东西 刚给她买的 也说大家在一起 这个幸福 没法用语言表达 它是心里的一种感受 外人看了之后 直咱们嘴 人家家怎么这么好 对呀 她父子有亲 是父有亲 子有亲的 只有一方 那是违背人心的 那个家庭准不和睦 所以你就知道 你要想让将来 你的子孙 孝子贤孙 家庭和睦 你从小就得教的 别什么东西 都是往自己那儿划了 一定要养成习惯 什么东西 先给长辈 先给父母 从小就教给他 这叫什么呢 家教 这个家道 一旦养成代代相传 说实在话 那个斜的歪的 饿的 你们家都感召不来 周一里讲 感召之力 我这个专门有讲座 给大家报告过 你是这样的人 你将来找对象 凡是不符合这个的 你都不入眼 对吧 你跟他没话说 不是同类吗 不发生感应 没有感召的结果 所以你家里 感召来都是好的 所以好人 有好女婿 好儿媳妇 从哪来的 你家里的孩子好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明白 像内求 这个结果从哪里来 家教教出来的 就是教育 没别的 师父讲 今天举世最缺的 就是教育 圣贤教育 所以我看过一个 新闻报道 两个老人 好像是 姐弟俩 好像是 孩子不来看 老妈妈很难过 那个新闻 我印象特别深 他在镜头前 欲言又止 就觉得 哎呀 就觉得人生 活着太没意思 年龄大了 不希望活着 现在的孩子 不像从前的孩子 你从他们身上 感觉不到温暖 所以你们也年轻了 所以希望你们 多回家看看 儿女不经常回家 这是一个普遍的 他们快死 死到不怕 您有几个孩子 三个 三个 都在天津 都在天津 还都是女儿 那您现在最希望女儿 能为您做点什么 甭做 就是回家看看 都行 多交流交流 现在有话 没得就说去 你结婚了吗 没有 结婚就有结婚了 故想家了 就开始 哎 真的 这个 有时候我就说 我说 就是咱们 从咱们这一代 来过的 下一代 更晚 就是我们的子女 他更管孩子 他跟理想当中的 这种 你希望儿女 能为您做点什么 其实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东西吧 都应该是 你就是种花样 你种的是什么样 它出来就是什么花 你现在 你希望它是什么 它已经是那样了 你希望 那是你的希望 它心里 它要没有你 它永远没有你 希望你们 你们还年轻 常回家看看 对吗 不要求别的 什么钱不钱的 给它点温暖 老了 没地儿说话去 我相信像这样的家长 太多了 我们要问 为什么 为什么 今天这节目 这是这两集节目 把它说清楚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看有这个法律规定 这个子女 必须得 好像是一个月 是半个月 必须得看一次自己的父母 现在已经用这种方式 来强制的了 我告诉你 不管用 为什么呢 你不来 我还能多活两年 你这一来 因为他本身带着气来的 对不对 他本来他不想看他爸妈妈来 那法律规定 来吧 那他又能有好脸色吗 摔盆打碗的 那你说他还不如不来呢 是不是 那他多大岁数 看着心惊肉跳呢 那是来要命的 所以 国家用这种方法 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 心没开呀 人做事是心 价值观来决定的 他那个心还是嫌弃父母 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 那个论坛上 那一家人 那华容那一家 那华容的小姑娘 跟父母讲 妈妈跪在他面前 那是要电视 还是要妈妈 他说我要电视 你们早点死吧 当时呢 我就为了不让他看电视 我就给我的女儿跪下了 我就说妈妈求你 你别看电视了 当时给他跪下去 那一刻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不情愿 因为 因为这个 长辈给小辈 那个人跪下以后呢 要折瘦的 折这个孩子的瘦 当时呢 这是真的 当时呢 我就跪下来了 但是我的女儿 丝毫不顾忌我 她不想到 妈妈为什么要跪下 当时呢 我就在那跪着 她就在那看电视 我就跪在她的旁边 后来我看她 她无动于衷 我就给她提出一个问题 我说 我说女儿啊 你是要电视啊 你还是要妈妈 妈妈需要你回答一句话 当时我的女儿就回答了 就说妈妈 我要电视 我不要妈妈 当时我 真的非常非常的伤心 后来啊 这个女儿 还说了 更让父母伤心的话 她就说那个 你们早死吧 死了以后呢 我自己住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就属于我了 就没有人管我 我就自由了 她说妈妈 你走吧 要不你就出去上外边去住去 这些活生生的视力在周围 我们不能看了就拉倒了 你家孩子不这样吗 见微之助啊 一点点小事情 就知道她将来怎么样了 所以呢 孩子从小消的时候 就不能有一点自私 一点都不可以 敢有私心 为什么把这堂子藏起来 这是给大人的 他自己都可以放起来 那是那是那是长辈 长者赐不可辞 那他自己 哎 恭敬心 爱护好 哎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 一个什么小礼物 哎 否则别的东西 物虽小 物死藏 不可以 你会伤父母的心 这么小你就有私心了 长大 还没多大 你就得分家 你就得不要父母 嫌累赘啊 那有人就讲了 那这样对孩子 是不是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你现在这个教法好像不残忍 哎 大家都伺候他 也不交给他这 等到他稍微年长一点 七八岁 六七岁 五六岁 他就该 捂你了 到那个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呀 我我见到过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上海人来找我 陈老师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帮帮我 哎 我说怎么了 我的儿子管不了了 我说多大 五岁 他老来得子 我想我说那你有罪受了 你儿子 你儿子以后 五岁就这样对你 你怎么办 所以说 我们现在都是自己的邪知邪见 古人的家训家教 传了千年万事啊 为什么没有改变 他是对的呀 我们连对错都分辨不出来吗 不可能 你感到痛苦了吧 感到了 那就是错的 那古人感到幸福了 他做到了 他为什么不做 袋袋都穿呢 对 这些孩子 他们以后也会当父母 他们当父母的时候 他们的儿女也会像他这样 来对待他自己 对呀 所以说 从小让孩子稍微懂事 稍微这个什么 能自立点 让他照顾大人 伺候他铺被子 是吧 打扫卫生 说这个 条出拿不动 托把拿不动 没关系 是吧 那托把比他还高呢 从小就拿着 对他有一万个好处 不是不让他做游戏 把这些做完了 本分 为人子的本分做完了 再去游戏 你看 这都是教育 让他知道 孰清孰中 孝最终 别人 父母的事情最终 我游戏 放在一边 交出来的 不把这个 给大人这些活都干完了 不许去玩 玩具不许 你说好在哪里 等到这些孩子长大 成家了 他的子女也这样 代代都有孝子 那现在倒过来 有什么不好呢 从你这一代 就出畜生 代代都有逆子 都有畜生 你选择哪一个 所以师父常讲 三岁看八十 三岁之前的扎根 这一千天的教育 决定他一生 再加上台教 一千多天 所以说 一个家 要有很好的家教 师父常常讲 过去的大家庭 有家教 有家学 有家刀 有家业 现在是一个都没有了 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这受罪 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 哎呀 值多久 是啊 是啊 说的多清楚 你看古书都有记载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家教 是一切幸福的根本 法律 现在什么双语学校 学英文 学才艺 弹钢琴 跳芭蕾 通通都是假的 没用 只能长他的浮华 越学他越看不起你 他根本就不知道 人道的基础 对父母那种感情 那种亲切 是小时候 一杯水 一碗菜 这样一块毛巾 这一点一点培养起来 一点一点保持下来 那是跟父母的感情深厚 现在他为什么 跟父母没感情 没人交啊 他就跟那些东西有感情 你说你要把他的那个名牌 那个包给弄坏了 他敢要你的老命 跟明星有感情 跟宠物有感情 是啊 他跟那个狗 那个我亲自看到 给那狗穿着衣服 溜狗去 你看那女的 招摇过世 穿着 零罗绸缎 老妈妈说了一句话 让人流眼泪 他妈妈说 你什么时候溜溜我呀 哎 我们听到之后 落泪 你说他还是人吗 啊 跟狗亲 跟那个宠物玩物亲 说白了 还是自私自利 谁生的你 谁养的你 你跟谁本来是一体的 哎 全忘了 你跟他是一体的 他现在需要 就刚才我举这个例子 你为什么不管他 需要不是挣把钱 所以那个妈妈 就讲啊 不要总给我寄钱了 你能不能拿这个钱 啊 买张火车票 回来看看我呀 他想看见你啊 你拉了他手 是吧 你在那儿糊了糊了 他给他妈子妈子 后背 给他洗洗脚按摩按摩 他要的是这个 他心里高兴 我们那堂课 半盆热水治天下 我们听说 哎 不但国内 全世界流通很很广 很多人看了之后 买盆 买木头盆 跟那个电视里 一样的那个盆 回去给爸爸妈妈泡脚 爸爸妈妈喜欢听什么 给他放上 听京剧给他放上 都学会了 这一家庭 从来没有过 这一洗脚怎么 你跟谁学的 哎呀 这太 这就没想到 咱们家从来没有过 有人得教啊 现在电视 媒体 网络 不教这个了 教刺激欲望 教费 教西方观念 尊重他 他都不是人了 还得尊重他 所以有人 有那个记者采访我 说你对这个什么看法 说年轻人 要 权力 他有自由的权力 要自由 要平等 要民主 问我有什么看法 我说可以给 但是你现在看看 他是什么 他已经打爹 骂娘 不认人了 连他父母 他都不认 不理了 那叫活畜生 一个活畜生 你给 还给他自由 你还给他平等 你还给他权力 你还给他民主 让他说了败 给一个畜生 这些东西 那不是我们 糊涂到家了吗 给正常人可以 给他行吗 他连正常人都不是 你要这干什么 我们讲道理 那是给君子的 给好人的 话又说回来 真正君子好人 不需要那些东西 你这就听明白了 谁 舔着脸 跟父母争权呢 你给我这 给我那了 那真的就不要脸到家了 没有羞耻心了 你的父母都快 累成什么样 你还在那跟父母争 所以在古代 用法律来保护人论 一直到清末都是 你们看大清利律 凡是敢打骂 长辈父母的 是绞死 你试试 一直到民国 还有侵权处置 师父给我们讲 这孩子只要不是人了 家里看着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到法院 你把这孩子处死 我不要他了 不用审判处死 所以过去那个孩子 不敢不笑 假装也得笑 为什么呢 真是那句话 喝行喝礼 父母有权生你 就有权杀你 讲道理 话要说回来 哪个父母会杀孩子呀 没有啊 都是爱还来不及呢 那你真的是太不是人了 亲钱处分 那后来把这个法律这条取消了 民国以后 我们这就知道 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法律 从秦开始 只要不孝养父母的 对父母虐待的 那是两千多年前了 一律处死 他不敢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倒过来 你要打他 骂他 教训他 你要犯了 你说这怎么教 所以子女为什么和父母不亲 我们今天把他讲的很清楚了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给大家细讲 怎么让小孩子照顾大人 其实你要用心听 用心学都会 那些危险的事情不要做 弄杯开水那不行 一定要适合他 力所能及的 但是这个习惯 这个价值观 这个肖 让他形成了 父子有亲没有破坏 让他保持 所以他到老 还是人之处 性本善 那个人性 还有多好 所以在下一期节目 我们有个更重要的内容 今天很多传统文化学校 甚至于学佛的家庭 学错了 错在哪里呢 学生数呆子了 破坏了父子有亲 子女跟父母 学生跟老师不亲了 什么原因呢 交错了 下期节目 我们再跟大家报告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 恭请各位 宿礼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恩 感恩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恩所有授课老师 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 地 君 清 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意行 国意秋聚 弥补萌画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明安 兵歌无用 崇德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